哈囉大家好,我是阿伯 相信大家都有學到上次的節奏籃球 但是節奏籃球只有動動動動動 怎麼夠呢?沒有節拍怎麼對呢? 所以今天就要教你進階版的節奏籃球 那我先教你第一招叫做動詞動詞動詞 搭搭動詞 辛苦了,重兵做到去下了 馬上示範給你看 這個動詞動詞動詞這三下是為了讓敵人不想守你 不想守你之後呢 你在第四個動作開始準備做Cross Over的動作 做一個搭搭讓對手騙到左邊或右邊 一瞬間往前切 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被晃蕩 為什麼呢?這是心理戰術 前面的三個動作都是讓別人不想守你 或是別人覺得你根本不懂得怎麼打籃球 然後一瞬間做一個變換會讓對手措手不及的絕招 你們要學起來這招叫做動詞動詞動詞 搭搭動咻 咻就是投籃的意思 那我教一招怎麼夠呢? 那我們今天教第二招 那大家看清楚 OK那這第二招名為 chu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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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你轉身的速度迅雷不及眼耳 又有像那種風的感覺 chue就過去 這招的原理是什麼呢? 它總共分為三個假動作 第一個假動作就是你做一個急停的動作 急停的動作往後拉回 拉回通常別人都會再跟上你 拉回跟上你之後呢 你在做第二個跨下運球的時候 別人會以為你要再往前衝 往前衝 一瞬間做一個轉身的動作 就把你的對手吃掉 就是這麼簡單 幹嘛呢 今天兩個動作你學會了嗎 相信還有更多的節奏籃球 值得你自己去開發探索 那今後的節奏籃球就交給你們各位了 警惡成奸維護世界和平這個任務 就交給你了好嗎 這本如來神掌秘籍是無價之寶 我看與你有緣 收你十塊錢傳授給你吧